幼儿园的小朋友们都背着炸药包 下面的评论都非常的尖锐 我也就不好给展示 这种宣传呢 不只是这里有这个 我们看大毛子这里有这个 一个六岁小男孩上战场 他最后也是扛着炸药包 好像 英勇现身 那很多人他们指向性的东西就指向 就是 太小的孩子不能接触 至少不能强势跟接触政治理念 宗教理念的东西 那小学生可以吗 好像也不太恰当 那中学生可以吗 似乎也不太恰当 因此这个好多的这个称谓啊 都是很客户人的 我也就不说 不好说什么称谓了 那大学生可以了吧 大学生都成年了 是可以是可以 但有的东西似乎就不恰当 比方说这个 普普尔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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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百度百科去开了一下介绍 可能得超过的万字的介绍 甚至几万字的介绍 太庞大了 卡尔普普尔 卡尔普普尔呢 1902年生于奥地利 我记得这个人呢 好像是德国诺贝尔 看了半天也没找到 他比较有名的很多东西了 包括科学必需政委了 这些东西都他提出来的 他就是在三十岁以前 他就是特别左 就是属于坚定的马克思族裔分子 他后来他怎么 就转向了 为什么转向呢 他就对这个 现身那个誓言 他有意见 那从他的这个思想看 成年人讨论现身都不恰当 你是个成年人 你说你 但是他自己主动的 他说他要为什么什么现身 那就没办法 甚至还有往往有高尚的人 但是别人告诉别人 要怎么去现身 啊 这个可能就不太好 因此你不是说 你幼儿园的小朋友 这种现身有问题 啊 你到了成年人 啊 你鼓吹现身 也有很大的问题 啊 嗯 好